近载月通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价值银特吃 昨天大盘整理的几天打到季限 我们跟你说 这礼拜的行情会跟上礼拜不太一样 那整个盘式的一个架构 其实不容易说看不清楚 只要你对盘的一个后市 有相当大的一个了解 你的一个操作要相当的一个笃定 回档了7天 对 今天第8天 那为什么今天第8天会指标向上 季限你加 季限你加 所以昨天大概1点钟左右 盘杀了50几年 我告诉会员 整个盘式已经整理7天 然后又来到一个季限支撑 那今天礼拜二是第8天 要指标向上几率相当大 那支股安心虚保等待盘是一个上涨 当然今天一个大盘指数 有上涨12点 盘中洗下来它还是会上 所以这个一个中多的一个季限 它是有强大的一个支撑 只是说来到季限位置附近 买什么股票吗 买什么股票 买升级股吗 买太阳能股票吗 今天大盘没有中错 太阳能股票几乎全面躺平了 在前两个礼拜 太阳能股票平民的放利多消息 成这样不停的放大 我已经提醒你了 不要去凑热闹 人多的地方总是危险性比较高 这是我们告诉你一个操盘 关盘的一个重点 所以你看一下上礼拜二浴金 你看一下股价平放利多 长黑吞噬不对 我说这样走势这样成这样不对 11月5号 那11月7号我还是提醒你了 再一根长黑真的不太对 上去之后马上被打下来吗 所以我已经提醒你了 站在高档区的一个太阳股票 你应该要懂得卖 你应该要懂得卖 否则今天会跌顶板给你看 监狱金有没有杀下来 好像杀不住的感觉 跌顶板是不是 新日光也是一样 11月7号利多不涨 长黑吞噬 真的不要去凑热闹了 乘量平民放大利多消息 其实这种利多消息 我在今年前半年 前几个月就告诉过你了 不管是半年报的数字 还是下半年的业绩 一定比上半年要好 这是太阳人的个股 普遍的一个基本面的现象 买股票 当然你不能买在利多实现之后的一个消息面 买在基本面成长数字还没有公布前 那才是优质的一个操作 所以新日光 现在我不会告诉你去追 之前低档区 不管是6月份 7月份 8月份 9月份 我都告诉你可以买新日光 茂迪 朔尔等等 我相信我们给你一个操作 是有评有趣 我们给你一个见解 有没有领先市场上的一个潮流 你自己看一下 当时候6月份新日光 打下来修正0.618 满足点到了 很棒的成交量 good的 这是一个买点 当时候 新日光20.6可以买 6月份 7月8号 跌下来 22.5再买进 新日光7月份 工作者22.5以下买进 对 8月份 22.5再买 当时候大盘指数跌了100点 8月6号 你看一下 8月份的分析 太阳族 贸底 今年第二季已经开始活力 终结年期季的亏损 那预计整体族群下半年 业绩会更好 新日光空手者 22.7以下买进 8月6号 当天你可以买在 22.5元左右 当天大盘指数跌了100点 9月初我还是告诉你 空手者还可以 试机介入新日光 当时都在20几块钱 22.23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的一个用心的一个结果 其实对会员的一个操作来讲 什么是零风险 你先把风险控制在一个 激进于零的一个位置 但是利润自然会看得到 也既然可以掌握得很清楚 博士说股票大涨了一波 6.7.8.9月份 我都告诉你可以买新日光 涨上来你要去凑热闹 接下来它的一个走势 就不会如你所愿 高票指定就是这样 当时6.7.8.9月份 都告诉你可以买 那这个时间点10月份 11月份 我告诉你新日光可以买 你会认为是对吗 你认为会是对吗 3514的预金上礼拜的提醒 难道没有帮助到很多投资没有吗 我在帮你踩刹车 因为一般人 不会做出这种动作 一般人看到股票好像抢抢滚 报纸上也告诉你很多 太阳股票的利益多消息 很多分析师也告诉你 太阳股票可以买 但是有哪几位分析师 是有带你安全获利下车的 很多股票今天都跌停板 跌停板之前你没有做出卖出的动作吗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达能你看一下今天也跌停板 他人股票 绿能跌停板 易通跌停板 深阳科跌停板 你闪过了没 你躲过了没 趋吉避凶 是怎么样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低党区敢买 那就是赢家的一个起点吗 高党区要会卖 那就是一个获利结果的一个终点吗 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 我们的一个见解 我们的分析 不会随随便便的带你去追 强势主流股的末端 前两个礼拜的提醒 不管是他人股票还是生计股 那种强势的一个波动 已经来到一个末端 你如果硬凹硬追 不懂得离手 接下来风险你会看得到 你绝对看得到啦 生计股你自己回顾一下嘛 我从7月份开始带你操作 直到11月1号告诉你 这一根黑鸡棒有杀伤你 他要开始中断整理 既然是中断整理 他的一个时间跟空间的一个修正 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所以你最慢生计股 要在11月1号把它撤出 最慢11月1号要把它卖掉 我当天的节目讲得很透彻 我也讲得很肯定 所以当时候从7月份做上来生计股 很多同志们看节目赚翻了 很多的分析师跟着后面喊生计股赚翻了 但是有没有停力出场 有没有在11月1号带领会员或是告诉电视机的观众 生计股要开始整理了 你要赶快把资金撤出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啦 一档强势股 或是一个族群的强势波动 当它来到终点 那个弱带为安 对你来讲 可能每个月或是每一个季 每年度你都碰得到 这支股票不是一直买一直买一直抱上去 你就会赚不停 没有这种事情 台股是一个浅跌又有效率的市场 每一季强势主流一个波动 变化很快 你要看得很透彻啊 你要跟得很紧啊 如果你一再听从消息面 一再听从别人的吹嘘 人家说什么好你就下去了 你会偷积不着18米啦 我们给你一个操作面 进出的依据 也会讲解得很清楚 不是只有泰兰股票讲对 生计类股 我说11月1号之前 你要全面的一个测出 要开始中断整理嘛 对 反弹上来都要卖 上礼拜也是告诉过你啊 不抢反弹 反弹上来还是要卖 所以你看到台肥体 400是那一天 你会不会坐价差真的差很多 它已经要下来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隔天11月1号再讲给你听一遍 你最慢11月1号要卖台肥体啦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站不接回了嘛 我在前一天 10月31号告诉你 400是你不会卖 真的会差很多 这400亿到400亿的一个价差不会做 接下来你就看到它 开始做修正 而且是一个中断的一个整理 10月1号提醒你我不会接了啦 昨天打到362 从400亿到362差了77块钱 今天台肥体 你盘中上涨的要动作吗 我昨天告诉你的生技格 时间空间的一个修正满足点还没到 有没有帮助到你 我有跟你说清楚吗 你有听得很欢喜吗 今天台肥体你就不会再找盘 它上涨的时候随便跳下去嘛 跳下去洗下来你又遭了一个高 是不是唐莲也是同样啊 11月1号礼拜五先卖再说啊 要不要先卖 你不卖 今天唐莲打下来 上礼拜反弹上来再不卖 真的会下来 真的会下来啦 志勤也是一样 第一个时间点不卖 上礼拜反弹上来不卖 今天还是会下来 所以对这些 生技类股的一个主流性的一个卖道 从7月份到11月1号 我们是如何待会员 我是如何在电视当中 告诉全国的观众 跟着我后面喊生技股的一大堆 现在那些分析师 还有人在阴拗吗 嗯 跟着后面喊生技股的分析师 有没有在电视当中告诉你很清楚 生技股 11月1号之后 他要开始中断整理 他有没有告诉你中断整理 他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力修正会比较久 你要散开啊 不要把资因浪费在 会陷于整理的一个卖动的个股身上 没猜你的时间没猜你的资金嘛 这很重要 因为你常常赌得到 你常常闪不过 你之前赚的就是因为不会散开 全部吐光光 没猜时间没猜你的资金嘛 到头来一场空有什么用 股票市场长长久久 每天都开盘 只要你活在的一天 他就赔你一天 你要的是一个持阴保态的一个结果 可以减贪一些 但是不能够了 你如果每天都够了一些 早晚你会破散嘛 你哪有那么多的好资金 每次的一个回档修正不都避开 你想要怎么做股票 生计股 太阳族群 我有没有事实提醒你 要避开避开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做股票 重视的是一个整个完整流程 不是买买买不停 买到最后一只老鼠 又是你 你对这个分析师 没有帮助嘛 没有帮助嘛 是不是 永贯 11月4号 100整数关卡是关键 63块钱开始买 高档区100 占不上 有没有带你卖 永贯啊 100整数关卡占不上去 99以上减码 11点46分 11点47分 99.1 99块钱卖 尾盘收98嘛 所以100真的很重要 对永贯来讲 所以当上个礼拜五嘛 涨停板 为什么打开 当天MSCI把它纳入成文股 那代表在我是选股的方向还不错 外资认同啊 所以把它纳入成文股嘛 但利多消息 你下去买永贯 当天100有占稳吗 上礼拜五收盘97块7元 那今天又有利多消息了 永贯大陆泰国要设厂擴厂 今天呢 11月12号出来一个消息啊 今天又是利多 那利多上涨 你下去买永贯 结果收盘价98.6元 100还是没有占上去嘛 所以我不太喜欢在一档股票 有利多下去买它 因为我怕买下去是帮人家抬轿 让人家有出货的一个时机 看股票做股票做了十几年 其实这种简单的一个操板的心法 同样你看久都应该要懂了 所以要有自己的一个定见 那个定见把价值型投资的概念 掌握清楚 我相信该赚利润赚得到 该避开风险也可以安然度过 风电设备的另外一档股票上尾 11月4号 常业吞噬先卖再说 卖完之后 几天了 七天了 那明天第八天我认为有机会止跌 那我告诉你有机会止跌 是不是就可以买 量价形态 会告诉你上尾这档股票应该怎么操作 至少我们在高档区 11月4号当天有提醒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你要先减嘛 你要先减嘛 纵使卖在当天的低点也OK啦 人家说实在嘛 有没有下来 整理七天耶 你如果先卖 那接下来不是很好办事情嘛 就是每次的股票你都不能买 你就躺在那等 那是怎么对到顶 我的想法跟操作会跟你一样吗 我如果不把一档股票 安然的获利下车 我怎么买进其他的一个强势股 升级股结束了 你资金不测出 怎么买新主流 大盘昨天整理七天 今天开始小幅度的反弹 我也不认为这波大盘马上要过 这波的高点了 8476马上就这样 直直的攻上去 我也不认为是这样子啊 只是说主流性的架构 已经开始在泰换了 要如何调整持股 迎接新主流 这是你目前要做出来的一个动作吗 富贵要人帮 我可不可以帮你 你自己做决定 休息一下 再会到节目现场 台北湾江南大宅 2805 9898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 寻找明星产业 是我们成功唯一机会 蔡老师说 抓住主流顺势而为 不赚都难 只要找对主流 就会比别人快一步 比别人赚更多 您还在彷徨 不知主流在哪里吗 蔡老师创造主流价值 让蔡老师引导您再度出发 现在不打资云推线 您二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函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互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 2578 3777 2578 3777 02 2578 3777 吹起床 請用起床 無分析 無分析 快告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富了是倒快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股也是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宜戀今天盤中洗了兩次 自己看一下 早盤洗下來馬上翻上去 尾盤再洗一次再翻上去 這檔股票是不是強勢股 你跟大盤比較一下 你知道嗎 他強不強 目前台股 是一個潛跌又有效率的市場 我一再跟你提示 買強不買弱 要懂得太弱留強 大盤在整理的一個過程 你有更多的時間 去轉換止股 因為你可以幹得很透徹 哪些強哪些弱 對這種弱勢股 早要跟你提醒的 他不是只有技術型態弱 淤金光 基本面架構更弱 去年賺了9塊多 今年前半季虧了2塊多 淤金光可以買嗎 可以買嗎 講在前面的一個基本面 對你的操作有沒有幫助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可以避開的風險股票 就盡量避開吧 弱勢的股票 跟大盤方向不一樣股票 早換晚換都是要換 你就是要換 你不換沒有翻身的機會 就是這樣 所以這種 淤金光弱勢股 早就該換了 我不是今天破底才提醒你 對 以利店強制股 也不是今天才提醒你 早在9月份 我開始募取以利店 TPM的新蘭達概念的同時 我就告訴過你了 這張股票 賣掉之後一定還會接回來 因為現在是題材發酵 明年度前半年業績的發酵 真要展開啦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這種 有基本面又有題材架構的 價值型投資的股票 9月5號以利店 型態突破買 現買現供漲停 9月9號平板以下再買以利店 什麼時候賣 10月3號 漲了4成 長A吞噬賣 每一筆單都賺錢 我會把它接回來 因為它是TPMS 胎壓監測系統 新南海的概念 下來兩隻腳有沒有機會 10月17號 48.2買回以利店 11月1號 21天轉折 幅額又輕 當天可不可以買以利店 11月1號 21天轉折向上 48.2以下買以利店 1.04 1.0社 48.15 48.2 超級大的穿價成交 尾盤收 49.3 所以買完之後 他還有推升 推升了4天 11月6號 我認為賣壓有點沉重 所以我先賣 下一再接 我先畫給你看 這就是行情的規劃嘛 懂得一檔股票的未來走勢 你的操作怎麼會不自在 这股票没输你刺的嘛 你把它顾得很好 他要去买乱你都知道 他要怎么走你都知道 你怎么会操作很辛苦呢 是不是 所以在礼拜三 11月6号知道卖药有承受 知道会下来 11月6号50以上 也会先减买一粒店 当天最高51.7嘛 先卖一下 卖完之后真的有下来 真的有下来 自己看是不是有下来 有嘛规划给你看了嘛 先减买隔天11月7号 48.2再把它接回 刚好三次都是48.2 所以50以上的减买 跟48.2的接回 差了两块多啦 将近4%啦 所以不管是波段的市城 还是短线价差了4% 我说过 我能做的 我一定尽我全力 做给会员 好不好 48.2接回 隔天 有没有大涨 你要不要跟着我走啊 11月8号51以下再加码一粒店 左翼你掰 强不强 大盘好像要破季限 逆势上涨强势股 今天一粒店我舍不得卖 说实在的 它很强啊 键盘中洗了两遍嘛 洗了两遍嘛 洗了会往上洗了会往上 如果你被洗出场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 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可惜嘛 3次48.2的买点你看过了 这一次大概4%的一个价差 你也看过了嘛 上一个波段四成的利润 你也看过了嘛 我可以做到就是这种程度 那我不晓得你跟到的分析师 会做到什么程度 现在你手中持股 有没有太兰股票 有没有升级股票 你自己去检视一下 我会有没有提醒你 高档区的位置 不要去凑热闹 该卖就卖 不应该追就不要乱追 我们的看法操板是有节奏性的 你要跟得很紧啊 赵赫你看一下上礼拜四 濱临前波高 我说卖压蛮重的 所以当天赵赫先自价 获利捡买一趟 要先卖一下啦 这样也是有价差 两天时间一样有价差 是不是 股票回档4天 今天最低30 前波低点29.9啦 刚好来到前波低档支撑 这是一个买点喔 今天赵赫 朋友们啊 有人去追空 有人去放空 当天被嘎 你不要把买点当卖点 不要去乱追空 我们给你也是有基本面架构的股票 有线电视数位比明年度 从50%成长到75%嘛 所以今天来到30前波低档 这是买点 很明白的告诉你 连8颗 来到48那一天 有卖压没走完 当天440以上告诉你要减码 要先卖一下 11月5号 股价回档了6天 什么时候买回 我会告诉你 40以上要减码 11月5号 今天打到410 什么时候买回 你要不要跟 你要不要跟 你要跟我就带你买 对现在盘式的一个架构 该避开的股票 升级太阳的股票 也有没有提醒你 现在我要布局的 这些强势主流个股 你想不想跟 我们给你的 是目前的主流个股啦 那如果需要调整持股的 要跟上新主流的 需要我帮忙的 真的不要客气 把广告中的咨询端线 给他拨通 我一定尽我所能 帮你调整持股 布局到未来的 主流性的个股 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张飞 我喜欢骑哈雷 玩风帆 打高尔夫 整个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郑重推荐 淡水最优质的个案 假期人生 乐活成真 洪盛新世界二 您一定要来看看 2622-6888 洪盛建设 幸运代销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 寻找明星产业 是我们成功唯一机会 蔡老师说 抓住主流 顺势而为 不赚都难 只要找对主流 877-2578-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